好了,小锅完了,说小序 一经里的大锅小锅,大序小序 无论是杂卦传还是序卦传 它并没有连着 可见,它还有别的用意 事态发展不是从小到大 在这一方面,不同阶段它都会跳出来 这个小序呢,当然主要是小有继续 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延伸它 别的,我们实在脑子不够用 因为这个瓜很难解 诺格人的生辰八字也是地质丰田小序 我们来看看 说哼,这个小序呢,小的储蓄 人活着总要有一些钱吧 还是必要的 因为这个阴谣这么少 可见钱不多 那么就需要慢慢地来继续 这样做是好的 但始终是还不足够下雨 上面是风了 我们说小货的时候 会有这么一个咬 说蜜云 那什么自我吸交 就这个 它还是 自我吸交就是比方 说云往南 水潭潭 云往西 马建尼 那这个雨还不是很大 这都是老百姓的俗话 根据中国的地形防卫整体上 大概如此 那初九呢 他跟六四相应 刚开始追求 要生活赚钱了 所以没有什么可悲的 虽然出九九很卑微 但他追求金钱 说是很物质嘛 但是他必须贫 连一点都没有 英雄不问出处 基本上都是出处太低了 那没办法 这样 是理所应当的 是好的 九二呢 就有点急功近利了 他有点忘了出息 但是 他还是在中卫 可见也不会太凶 我们这个卦很难解 至少把他的急凶 先说出来吧 而且他有一些卦 一经 广尤词是不一样 我们又新出版了 出土了这个 博书 周一 一经 那博书到的 博书什么什么 周一很多版本 现在人都忽视了 还没看到 那九三 好还是不好呢 按道理当位 但是没有跟他相应的 这又打折了 而且阴乘阳 这个可见是不好的 那怎么来比喻他呢 那阴阳一相遇 两个挨着 又是男女感情 这个夫妻 就说出来了 这个前嫂啊 肯定会 女人嘛 就容易跟你吵架 又凌驾于你之上 这个酒 不太吉利 你看好像是 它是 护卦有个对卦 但是 上面护卦 刚好是个 狸挂 虎泽魁 那本身 就是容易吵架 或克金 你看 回过头来 这个 魁挂的 挂有词 六四 好不好呢 好 因为所有的 都围绕他一个 这个时候 我就得到了 这笔钱了 那以前的 努力没有白费 当然是好的 但是没有总好啊 还要继续发展 那到了九五呢 和当位 又有一 要来衬托他 但是 人有了钱 说了上边 已经得到了继续 那么 这个时候 就不能 跟大家分享 那上九呢 这个最难解释 只做参考 物极必反 最像十五的月亮 就缺了 哪里